现在我们去往可可托海 有很长一段是这样的蹒跚路 现在走出了蹒跚路下坡 哇 看到了一片绿洲 走了400来公里 刚刚看到绿色 看起来能大连接的 应该是 看开那山路 我真是不觉 多好看啊 小牛堵 过马路 这个牛站在这路边上卖单 等他孩子呢 他也真是等他孩子呢 你看看那个大牛等他孩子 等他孩子上来呢 你别动 你停下来 停下来 停下来 那这大牛等他孩子 我说啥不走呢 我说你后面车还等着呢 这成片的呀 快要收割的全部是小麦 新疆的小麦呀 是优质的小麦 现在我们路径的是 可可托海的滑雪小镇 从这儿又转了 即将又转 有点麻烦 还是等一下 听听见 可能已经是五个都 在水又来 上去 就像吧 像这是一个 那麦 是什么 就像是一样 是什么 我们现在到达 可可托海景区的停车场 停车场很大 把车停在这了 现在逛景区 新疆可可托海世界地址公园 60岁享受半票 我花了71块钱 包括大客车的26元 白化临游览区第一站 都是餐天 太高了 这白化树也长这么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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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说的 不逛遗憾 逛了也遗憾 说一句心里话 这个景色一般 但是这个地方住车呀 还比较凉爽 可能是因为在山里的关系 这个可可托海呀 其实就是看山 然后山中间呢 从山上流下来的水 有一个溪流 其他真的没什么 让老杜说点句话嘛 可可托海这块吧 是无矮街景区的 这个停车场啊 和那个其他无矮街停车场吧 相差太远了 我们昨天下午到的 这块九点半太阳才落伤 八点钟 他就不卫生间都给关闭了 没有水 上不了卫生间 今天早晨以后的话 我一看起来以后 我起来挺早 我起来挺早以后的话 已经是七点来钟了 因为他这儿七点来钟 顶咱们那个北京东北这块以后 也就早晨五点来钟了 这块停车停以后 有好几百胎啊 方车窗车都是这个停车去停的啊 就是卫生间不给开 一宿不给开 等到上午九点钟 卫生间才开的 这些人以后 都快要及时了 就是你说吧 长成齐了以后 还没地方以后大小便 我们在那个天山天寺那块住了一宿 人家也是无矮街景区的停车场 二十四小时有热水 二十四小时外头有接水龙头 给车加水上来 都可以 卫生间是二十四小时 公布就不停的 我说都是外市景区 他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我说这块咋就这么差劲呢 他说管理人员老了 进水了是咋的以后 好几百台车停了以后 不开卫生间 你说到哪去发便去吧 我对这一点以后 就是这块景区的管理人员以后 我提出业力的批评 我以后希望他们能改进一下 我以后希望他们能改进一下